因为我比较说童年的伤害 要一辈子去治愈 为什么 因为我没办法接受我对被不公平的对待 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说我必须要这一辈子去治愈我童年 要发生的事情 真的只有童年吗 其实我们一辈子都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一辈子是为了治愈我们过去想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接受它 这个伤口我们不包扎它 而且它快好了时候 我们还在拿刀再继续给它搓搓搓搓 让它持续的疼痛 让它持续的出血 让它持续的感到感到不安跟难受 然后我们再去用其他东西去放着它 看它会不会好 快好再去伤害它 对不对 我们不是只有童年要治愈 我们一辈子在去伎徒去治愈 我们不想接受的事情 但是我却不接受它可以自我疗愈 因为接受自我疗愈 代表这件事是真的 我再也无法更改 多少人说我妈为什么要不要打我 我一直想要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是我不能接受我妈不爱我 我不能接受她对别人比我好 接受了 过去我妈就是偏心 过去我爸就是不负责任 就是一个我八蛋 就是一个渣男 就是一个不好的人 我接受你就是这样的不好的人 然后呢 我对我受到委屈没错 回家每次多讲一句话 癌重 没饭吃 肚子饿 对 这是事实 但是很多人走不出来 为什么我要过那么惨的悲惨的童年 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 那就变成你要去治愈 跟你接受这个事实 而且你还可以去治愈别人 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跟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说人生之中啊 其实不是只有童年要治愈 有时我们自己一直尝试想治愈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接受自己被治愈 因为被治愈之后 那我是不是就得接受别人对我的不公平 那我就亏了 我逃不回来 我亏本 是不是 你不接受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你亏本 跟董老师意思吗 你不接受的事情一定是宁愿你觉得亏本 不然你总会不接受的 那你能够接受他就不会有亏本的感觉 是东西